中国有一路足村落 为云南路江流域的秋纳桶村 深所春意秋纳桶 回首碧罗深山群 过着传统的原住民生活 在靠近西藏的雪山下 面对路江大峡谷深山 也是国家级的保护区 秋纳桶村 太阳升起时的秋纳桶村 阳光扫去这几天的阴霾 清晰地看到村屋屋顶上的石板瓦 这瓦片是天然的石板盐片组成 是典型的木嫩屋 大致分三层 最上层自放物品 最下层放牲畜 这家只有两层深处外放 中层住人 原始的木梯 因受藏族的影响 这种房屋布局有点像藏族屋 这家分三层 这里所看到的落叶树 大部分是核桃 祥岛老李说 人与牲畜都吃 秋纳桶海拔1750公尺 后面积雪山 称之为耸拉勒卡雪山 当在2500公尺以上 再往北去 进入3000公尺以上的西藏高原 秋纳桶的桶 路足余翼是和平 平安的意思 一般来说 地名只要有桶 就是路足或历梭族的村 独龙族为当 藏族为洛 整座村庄在山顶向阳坡面上 秋纳桶春是秋天景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高位平坡上也有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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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主妇女植布其烙锅饼 陆入妇女植布其烙锅饼 在高位平坡上也有居一 现在是睡末 在高位平坡上也有居一 军旦已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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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旦已显得荒凌 军旦已收割 军旦已收割 丘纳筒夏天之景色 丝云巅峰深谷野人家 人神护印雪山下 成婚日月南天过 不知岁月千年过 这家稍有庄点 莫嫩乌类 莫嫩乌类 基督教早在19世纪 已进入此区 其间曾发生过数次与喇嘛教冲突的事件 目前平日锁门 星期日开门做礼拜 教堂内做礼拜 这里的猪 应吃当地的古类作物 或吃人类剩下的食物 长得结实而不肥胖 露竹的儿童小胸妹 屋子的下层住牲畜 牛和猪 牛和猪 所使用的被笼 盖屋顶的备用食材 谢谢观赏 谢谢观赏